刚才在那个牌的旁边有王浩只要的那个横幅 我的球迷参擦了心里的球迷里 是卧底吗 在我们正面 昨天他们还在吐槽 会不会这个横幅其实是两面的 这面是叮咛 这面是王浩穿 哇 好凶啊 穆子这种前三板抢弓指令很高 穆子主要还是要靠他的前三板和正手的杀伤力 丁宁主要还是看他的相持 他这种 两面的这种 相持的能力 而且穆子这个球的弱点的变化也挺快的 对 因为他反手是胸交 穆子如果用反手能够压制住丁宁再转到正手的话 如果说处理得好的话 还是威胁比较大 对 刚才我们其实在赛前包装中也提到过 就是现在像丁宁啊 小枣啊 都是临跑第一阶队 两个人一场都没有输 那在这场比赛中 穆子有没有可能对丁宁发起冲击 那当然了 那是肯定的 对 穆子才输一场球 你想他如果赢了丁宁的话 他他们三个人就可以 对 在一起领跑了 是 穆子球 整体上从 从直观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穆子这球一点都不下风 穆子现在这几个球打的时候还不错 关键是看他能不能坚持住 对 因为像他这种比较拼的比较凶的打法比较凶的 因为主要还是看后面的五位失误 对 五位失误要减少才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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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哪位指导我不大记得了说丁宁打球啊有点像网球中纳达尔 就是给你拼从头给你拼到尾就是给你耗对对对 我觉得这还有差别因为我是一个纳达尔的粉丝 纳达尔打球就是我们的粉丝看起来特别受折磨 五个小时 不是就算每一个球看着都快死了 然后再次又能活回来 真的好艰辛那种 我觉得还是有差别 长跑运动量 丁宁也属于一个就是比较持久型的运动人 对 但是打的绝没有纳达尔那么苦 加油 但是没退台 退退台你看 也挺苦 但是很被动了 而且丁宁他也属于一个像后发之人的 对 因为他都是防守转弓型 丁宁还是有一些旋转 五位失误多了以后 一下子比分就回到了 关键还是看到后面 因为前面上来打几个球很正常 所以后面看到的五位失误 木子的这个球 这个球是比较多了以后来打几个球 这个球有点像攻球里的萧球 回合很多 力量不大 没有什么太多的主动的发力 但是他全是借力的多 但他这种无畏失误 一直在给对手造成的这种很大的压力 没有什么无畏失误 莫子这个球太漂亮了 对 你除非莫子每一个球都能打成这样 出这么高的质量 很男性化了已经 过 莫子除非每一个球打成这样 但是这种风险也非常大 风险大 球打的不比男孩打出来的球 对 很好看 这个力量啊速度啊这个感觉 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 反手比较硬的选手 看起来还是挺过瘾的 像现在女队中比如说像莫子 然后佛亚兰是比较偏男性 对 他的这种球风 对 他最主要他的意识 意识 他的意识主要是在跟男的这种 运动员再去学习 总是用正手 关键是 你看这几个球应该来讲 莫子他他这种进攻的 还是非常犀利的 赢的快 输的也快有时候啊 哈哈哈 过 你看这 其实有机会 应该是 对 还是可以的 对他的威胁性很大 他的失误也就会增多 叮叮加油 看看叮叮这几个球怎么处理 刚刚那分也很关键 如果说刚刚那分冲上的话就5比9了 对 一分就是两分的 发下蹲了 出台 太容易出台了 如果这是男孩的话 基本上叮叮只要摆出这种 下蹲 下蹲式的发球 肯定是 首先第一准备的 肯定不是短球 先准备长指 肯定出台 对 这种下蹲发球很难发出短的了 加上球台又滑 因为女孩嘛 他这种应该来讲 叮这个搬出台的意识 没有男孩那么强 全是长的 两个球 第一个球很关键 最主要还是在8比5 那个球 自己正手也是没有拉到 感觉好像没使上劲 对 叮叮的意识品质也是非常顽强的 刚说完输得快 果然挺快 也调整过来了 对 打成这种多半相持来讲 对木子就不是很好 不合适 不合适 如果打成这种 就一两下能够结束的话 对木子来讲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出台 你看 打成多半相持的话 叮叮就上分 九屏 加油 加油 刚刚一人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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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球 上海木子拿到局点 戳到小三角 然后侧身反拉 其实有时候木子 给到叮咛正手的时候 侧身可以更坚决一些 不用那么犹豫 叮咛的球 每一个球都是在看 对手你的表现 你的表现好的话 他可能他就 他这球就给你机会 如果说你表现不好 他每一个球都在考验你 长的 有 有隔壁的那个壁台的球 打过来了 孔志朗 孔志朗很专注 刷微博 是吗 很专注的把每一个小问题 记在自己的记事本里 小本本上 又反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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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子这个拼的太凶了 太凶了 两个都想反拉 我觉得还不限时 第二个叮咛肯定会做调整了 这两个球 他每个球都很热 其实他侧身 他好也在侧身位 差也在侧身位 侧身也是 失误也是很多 虽然也得分 但失误也是比较多 这真是得分与失误齐飞是吗 对 他有时候不得分的时候 他是侧身侧的不坚决 好球 好球 这个有的时候就有一个 这个成功率的问题了 这成功率还跟你的意识有关 你就坚决侧身 可能你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叮咛一般都是属于让别人先进攻 完了之后再去先进 对 我这就一堵墙 你来吧 就这意思 也有点像右手的张一宁 听起来好像很无解的样子 对 他实际他的相吃能力很强的 这个叮咛 你看 漂亮 都算准了 他那个车 对 他可以让你先进攻 他在反驳 完了我要说回我刚才的话 现在真的有点那个那点 是吗 确实 不是这个相持和这种能力 还有他这种顽强的这种作风 确实 韧性很强 你不太好打垮他 这就还是一个心理 在这个世纪赛当时这个苏州的时候 他们也是打到第七级 才解决出这个顺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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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丁尼只要使用他这个绝招 穆斯好像每个球都 都没有办法 对 因为丁尼全都在发他长球 因为声交有的时候挺怕的这个 声交没什么旋转 第一半 长球的 嗯 嗯 好了反手就拱着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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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机来讲是丁尼的那个机会 加油 加油 一般运动员在打完一个球是不是就在总结自己的错误你待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 对所以有时候他们也是在暗示自己给自己一些提醒吧 还有这样的连续性木子还是不错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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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一两板就失误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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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多版回合要是慕斯总能赢的话 心里面那个底气还是会足一些 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站起来 跳起来蹦起来 蹦起来啦 这一分对自信心上的提升 作用很大 又来了 你电铃这么好的反手 反手当正手用 反手当正手用 很惊狠 很惊狠 这个球应该是机会 所以你看 好球打的也是他 因为这种失误的多的也是他 所以你看丁丁的话 应该来讲 他就是虽然说变化不是很多 但是他这种一直 他无畏失误很少 一直按照自己这种节奏去打 所以能够把这个局面 能够一直使众按自己的节奏去控制 很沉的球 加油 天天 加油 好球啊漂亮 很冲啊 对 加油 天天 穿透力很强 嗯 像子弹一样 对 想拉穿 拉穿叮咛 其实 这样的人不多 哎呀 这个还是挺难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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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 丁宁的这个防守能力 你看就感觉到木子 他老是得一分很艰难 虽然很漂亮 但丢一分特容易 对很快 这好球打的也是他 这种球也是 失误的也是他 但反观你看丁宁 他起伏不是很大 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起伏 三分钟来了 两分钟是就很好的 哎呀真是 很大宝啊 很大宝 我能怎么样 我心里也很无奈呀 是吧 任性有钱 有分 对 所以这个 今年的这个招 对木子来说就无解了吗 也没有 应该来讲 木子接的还是算是 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对 所以木子一点都不下方 就是最主要就是五位十五和 对 比分的把控 对 对 局局他都领先 对啊 就是他五位十五太多了 我觉得这也还是心里虚的一个一个一个表现 对 有时候反手扛两下也没什么问题 第二点 我觉得木子的反手是非常好的 深交里面 完全没有必要全部用正手去抢过 再跟您比比 再比比啊 待会咱就比比 您正好可以试试新球 您还没打过新球吧 我 意思我 我还准备全英会 不是 确定一下 这是沙老师在女子反手里的排名 还可以还可以 不要小看我 这几个球不错 所以有的时候像这些运动员他们在跟主力打的时候 主力他有一些这种球是实际就给没怎么进攻 但是他有一些打出了一些球给对手造成了一定的心理的压力 就迫使这些运动员他们自己的无畏事物就多了 好 到时了 诶 局点了 莫子的局点了 刚刚连输三个 现在又连赢四个 这是花的快 挣的也快 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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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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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在今天钱包庄的时候也聊到 因为现在丁宁和刘诗文两个人都是全胜的 但是蓝队现在还没有全胜 已经没有全胜的队员了 咱们女队还是两匹全胜的这个骏马 一直领跑积分马 然后其实我们之前也想问 就是我们钱包庄老师说 谁会成为咱们女队全胜的拦路 先看完这场再说吧 有可能就是这场了 很有可能 对 他有三局开局 他就领先 丁宁主动叫个暂停 这会儿要叫暂停 对 调整一下 缓缓 一个是现在木子拼得比较凶 所以给丁宁造成了一定的一种压力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选手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选手他是那种主导比赛节奏的 有的那种选手就像比如说丁宁是这种防守型的防御型特别好的 防守型的也有他自己他自己的节奏 嗯 现在看看丁宁有什么变化 嗯 现在丁宁要把球能够打成多板多板相似 对 而且靠一些节奏来控制住木子才行 那木子应现在一直在活杀一直在这种去拼得很凶 木子之前是1比2输给李嘉义 对 就输了一场了 对 就输了一场了 四不零 所以丁宁这几个球也都是一板两板就失误了 他没有打到他自己的节奏上 一个半出台拉丢 一个反手下线拉丢 小赫 加油 好 好球 打上这种板数越多了就叮咛越有力 嗯 还是需要打到相处短 这会儿就看木子他有一些什么调整 这局就不能花的那么快了 对 不能那么大方 可以 尽量扣点 减少一些5位15 很好 其实丁宁前三板上给慕子的抢攻机会很多 就看慕子能不能抓住机会 对 丁宁因为跟人家打 就是给人家空间 跟慕子打给慕子进攻的空间太多 对 进攻空间很大 全是在防守 靠这种去防守转弓 所以显得很被动 这群慕子很聪明 伴助他没有说上去发力冲 拖 轻拖了一个 上来就行 对 节奏上有一些变化 还是在第一局第二局中 其实有一些就是他的 没有打出来也是太猛了 那个利用的 对 丁宁又是一反了 其实丁宁的正手还是不错的 慕子其实可以压制住丁宁的反手 这样的话他的空间会大一些 就这个球我应该来讲的话对他们运动员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 好多运动员你看他这个球 都是按照以前的这种 击球点和动作去打 但现在好多人都是下网或者插网附近 这个球就没有一个位置 是一场比赛的 这个球也在哪里 这是第二局的 会得到一局的 但是 第一局的 这局的 是一场比赛的 好 第一局的 是一场比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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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比赛的 以赛的赛的一场比赛的 是一场比赛的 发了多少伴助台 对 基本上都伴助台 伴助台长球他们 拉出反手就行 9比3 其实女孩她对这种发球来讲的话 严密性不是很 不是太带意 因为她后面这种衔接啊都还不错 可是我要换成男队员的话 她们这种伴助台拉得都非常的凶 好 这样的话牧子拿到几点 拿到七个几点 最好牧子觉得比较聪明 把质量降低一些 好 结束了 这样的话牧子赢下这一局 而丁宁是本次直通赛的手办